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多多少少肯定会对他备战奥运会造成一些影响 张本志和和他的父亲能够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 也是让人很吃惊张本志是怎么了 宁愿放弃精英学院读书和全力备战奥运的机会 去横滨侯好读书还是让人不怎么理解 因为近期张本的成长非常迅速 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真的还是放弃了蛮多的东西 不过毕竟这也是张本志和一家人的决定 别人还是无法评论对与错 另外此前日平平也没鱼 就已经辍绝全力备战奥运张本志 和则和他做出相反的决定 这两人目前都有很大可能出战奥运本年度 张本志和北郭拼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甚至总决赛输球的林高远 回来再拼超联赛联赴四场